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知道说在前面的两讲主要是对哈盖苏有一些的简介 他的历史背景 他的目的 以及讲了哈盖苏第一章 因为哈盖苏总共是有两章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进入第二章 在第二章里面其实他有三篇的信息 哈盖苏总共他的本书的分段 是按照他所传讲的这四篇的信息 特别这一次用这个主题说 我们起来重建吧 我在哈盖苏第一章第八节他说 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圣殿 我必因此喜悦且得荣耀 感谢赞美主 建造圣殿是一件讨神所喜悦的事 建造圣殿是一件使神得荣耀的事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深信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也需要再重建 特别在面对着疫情之后的后疫情的时代 我们会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 在生活上一些的优先次序需要重新的来调整 所以盼望透过哈盖苏 让我们有所的反思 让我们有所的防省 我们低头祷告 说我们谢谢你 是你的心意 就是要我们起来建造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灵的生命 主啊 你要我们重新建造我们灵命的圣殿 主你说我们就是你的殿 所以主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圣殿当中 能够彰显住你的荣耀 带领我们底下这段的时间 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那也关于哈盖苏这本书 他的这个时间表 那主要他该书他的这个 做先知是在波斯帝国的时候 在古略王以及大利乌一世的时候 他做先知的 我们知道先知呢 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传讲信息 先知的信息是什么呢 先知发言 回转 免发 所以先知的信息常常带有责备 这个责备是带来爱的责备 主要要让人来回转 为什么需要回转呢 很多时候我们向神祷告说 主啊求你福兴教会 主啊求你福兴我们 什么是福兴呢 在上一堂课我们看到 回转就是福兴 回转 回改 就是福兴 所以盼望的透过这个哈盖书研读 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回转 转离我们的恶行 或者呢 转离我们过去的一些错误的认知 对神错误的认识 然后再次的回到神 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命定 所以哈盖书 他的写书的这个日期 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时候 他总共呢 在短短的三个月又二十四天里面呢 就传讲了 这带来吉利 带来生命改变的信息 所以呢 在第一讲 第二讲呢 我们就讲到 特别是在第二讲 讲到这个哈盖书的这个第一章 这个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他的第一篇信息 以及呢 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 讲到这些 所罗巴伯 耶稣亚以及百姓 听了这信息 责备的信息 鼓励的信息 到处这个呢 他们面对这个 这个饥荒的这个的原因 主要就是因为 他们忽略了建造 重建神的圣殿 所以当他们被激励的时候 神的灵感动的时候 有神的印证 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他们起来建造 那接下来今天呢 要进入这个 这个第三讲里面呢 就进入了这个 哈盖书的第二章 我们就支持他 第三篇的信息 是在这个主前 五百二十年 七月二十一号 第二章第一节到 第九节 那第三篇的信息呢 是在九月二十四号 在九月二十四号那一天呢 他有传讲两篇的信息 他的荣耀 他的灵要大大的充满 所以他说 幕后的荣耀 要大过先前的荣耀 若是在你有讲义的话 就在讲义的第十四面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第一篇信息 过后 在一个多月 就六月二十四号到七月二十一号 就是一个月 那先是就结作以色列百姓纪念 旷野漂流日子的 一个欢乐的节旗 叫做祝坟节的最后一天 就是在七月二十一号 他就鼓励那些呢 回来的这些回归的百姓 这老一代的 曾经见过 所罗门王圣殿的老一代 告诉他们要干强赚党 那强调呢 上帝是天地的主宰 他必在震动 万古的珍宝运来 使他神所应许的殿 后来的荣耀 要超过先前的荣耀 那当然这里所指的圣殿呢 不是当初他们即将完成的 那即将完成的圣殿的话呢 还不如当初所罗门王圣殿 所以为什么这老一代 一看到建造这个圣殿 跟他们过去 在所罗门王时代看的话呢 他们非常的伤心难过 怎么说呢 神的圣殿是这样的呢 为什么说神若末后的荣耀 会大过先前的荣耀呢 其实呢 这一段乃是一个的预言性 是预告 预告那要来的 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呢 乃是新的殿 特别是在 约翰福音第二章 第十九二十一节 耶稣回答说 你们拆毁了这殿 我三日要再建立起来 有他人说 这殿已经四十六年 才建造成了 你三天之内 就要建造起来吗 但耶稣这话是什么呢 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因为我们知道 当这个 丑隆文王是第一次 第一次建造圣殿 第二次的这个圣殿 后来也被毁了 到最后你可以看到 第三的圣殿 到后我会用这图表给你们看 特别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 二十二节 讲到 我未见城内有殿 因主神全能者 和羔羊未成的殿 所以给你们看到 耶稣他的身体 以他的身体为殿 所以那莫大的荣耀 主要是指到 耶稣那荣耀的身体 讲到将来在新天新地 我们要与主同住 与主同坐王 所以也就是说 他该先知 第二次所传讲的信息 那比较至于 第一次所传讲的信息 最显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次的传讲 有许多责备 这是带来责备 但是第二次呢 带来什么呢 安慰 劝勉 跟应许 这个是先知 任何先知所传讲的信息 一定带来责备 责备是一个爱的责备 希望你回转 当你回转的时候呢 责备当中带来安慰 带来鼓励 更是带来神的应许 所以既然上文已经记载了 神的仆人 就是这个 索罗巴伯 耶稣亚 还有百姓 他们都什么呢 虚心领受这个责备 所以因说神 爱的激动他们 所以他们就在神的面前 存敬畏的心 于是呢 神便借作先知 就赶紧的来安慰他们 来劝勉他们 好让他们从这个沮丧的当中 再次 心灵再次的 振作起来 所以你看一下呢 这个 第二章第一节 7月21日 耶和华的话 临到先知哈盖说 这个7月21日 你看一下 在立位记23章 34节 你小于一些人说 在7月15日 是祝盆节 要在耶和华面前 守这些七天 所以祝盆节是守七天的 也就是说 7月15号 守七天的话呢 就刚好 这个是祝盆节的最后一天 7月21号 就是祝盆节的最后的一天 但我们知道 按照这个 立位记23章 34节 刚才我们所读的 7月21号是 以色列人祝盆节的末一日 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日子 这样看来 先知哈盖在 祝盆节的最后的末日 就发出 带给人 劝勉 勉励兴奋的信息 我相信呢 是最适当的时候 是一个 Kairos moment 就在这个时刻 在祝盆节 是一个欢庆的日子里面呢 领受这个 带来鼓励的信息 那以色列人的祝盆节 也是一个什么 欢乐的这个节气 但是呢 因着圣殿的功臣 已经停顿了16年 对呀 所以真是很难 令人从心灵里面 有真正的欢乐 对不对呀 所以因此呢 神就在这一个 非常赫世的时候 这座赫世的话 也就在这个手指下 是每一个心灵 看见什么呢 新的光亮 新的什么 带来充满希望的愿景 这就是为什么 特别这信息 在7月21号 就是祝盆节的 最后一天传讲 所以这里呢 这信息这么说 在第二章第二节 你可以看到 你要小于犹大神长 撒拉铁的儿子 索罗巴伯 约撒大的儿子 大祭司 约书亚 并剩下的子民 所以这个 这个信息的对象 就是那些 这个领袖 两位领袖 以及带领回归的 这些百姓们 那这是本书第四次 就是按照这样的次序 先讲 上帝复兴的工作呢 好像有一定的层次 所以我们说呢 我们说复兴要从神的家开始 复兴要从教会领袖 领导臣开始 所以就领导臣 才能够带动 所以也就是说呢 神的恩高也是一样 在诗篇里面说呢 这个呢 这好比 这个贵重的油 浇在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须 流到他的衣经 也就是说呢 神的恩高呢 都是从上面的 所以复兴的原则 也是有一定的层次 所以呢 给我们看到 身为领袖的我们 应该走在 这些百姓的前头 所以领袖 必须先得复兴 也就是说那些 领袖为什么要先得复兴呢 因为领袖是站在 重要的地位 有更大的责任 所以他必须呢 要回转 因为我们说呢 复兴就是什么呢 那回转 转离二行 那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去 那这第二篇的信息的内容 是记载在第三节到第九节 就是要重新建立 他们的这个新的价值观 什么是一个荣耀的圣殿 荣耀的圣殿 是不是单单只是看这个 物质可看的 见的那一个呢 所以他说你们中间 第二章第三节 你们中间存留的 有谁见过这殿以前的荣耀呢 就是那些比较老一代的 就在所罗门玩 第一个圣殿建造 后来被毁了 现在你们看这如何 岂不在眼中看为无有 就是说现在 预备他们的心 说这个圣殿建造 说你如果已经 见过第一次的圣殿的话 好像根本的是 不能够比的 所以也就是说呢 在本节中神要消除那些 曾经因见过旧圣殿 所以照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一直回到过去 好像目前在疫情的之前 你不能说以前的 教会人数很多各方面 以前不是这样的各方面等等 所以我们要消除那些 曾经见过旧的圣殿 而对新的圣殿 会感到失望 消极的人的一些的 要消除这些悲观的看法 来避免他们影响整个 以色列人建造圣殿的价值观 必须要相信呢 神有更美的安排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里说呢 这殿以前的荣耀 就是指所罗门王 所建造的圣殿 所以看过那 以前圣殿的人呢 我猜测 起码大概已经到现在呢 有这个八十多岁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在五万人的渔民当中呢 老年人并非很少 所以以色列人的老年人 已经见过了这些的圣殿 所罗门王的这个圣殿 所以他先要消除 他们一些悲观的看法 那我们看一下呢 按照以色拉第三章十二十三节 然而许多祭司立位人处长 就是见过旧圣殿的老年人 现在亲眼看见 立这殿的根基变什么 大声哭号 为什么哭呢 因为看到现在的圣殿 跟以前的梅的比 跟以前的梅的比 也有许多大声荒夫 为什么呢 因为年轻的 从来没有见过的话 看到这个殿 是第一次见过圣殿的荒夫 甚至百姓不能够分辨 荒夫声音跟哭泣的声音 因为众人大声哭 声音听到远处 所以这里接下去 他说你们中间存留的 有谁见过这殿以前的荣耀呢 就对那些回归的 比较是年长一代的 这话显然就是按照刚才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以色拉第三章 第十二十三节的背景而发的 因为当初那老年人 就是因为那重建的圣殿 初步的功臣 眼不及所罗门的圣殿 而感到悲伤跟哭泣 所以神才会借着先知这样问 你们现在看作如何呢 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 所以意识他们眼中 重建圣殿跟旧的圣殿 相形见错 无可比 就是这样 所以他必须要改变 他们的这个价值观 神荣耀的圣殿 不在乎外在 可用这个眼睛 可以看得见很凉的 我相信神的同在 这个定义 就是有没有神的同在 而不在乎这个建筑的 如何的彷徨等 所以在神 且应许重建圣殿 必有大荣耀 这是很难去想象 有大的荣耀呢 远远胜过旧的 就是所罗门的这个圣殿 所以神要他们看重 神现在 要他们做的工作的属灵的价值 我们必须要从属灵的价值来衡量荣耀 这是很重要的 就好像上一谈讲到 我们必须用属灵的正确的属灵价值观来衡量 什么是成功 成功不在乎你拥有多少 成功乃是在乎你的生命 带给人有多大的影响力 你是成功的爸爸 乃是因为你的 对孩子的影响力有多大 你是成功的老师 你是成功的牧者 你是成功的老板 乃是你对你的员工 生命的影响力有多大 所以神要他们看重 神现在要他们做的工作的属灵价值 不要只羡慕那古圣贤的伟大成就 而轻看神现在要托付给你 托付给我的使命 这就是神在这里 要所罗巴布跟耶稣亚跟百姓 有所看见的 所以这一篇的信息 一开始就是要什么呢 改变他们的 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价值观 所以接下去 所以当我们讲到价值的时候 就是讲到value 价格是讲price 就好像你买一个东西 买一台电脑 它的价格 价格跟价值有什么不同 价格是以现在决定现在 那现在这台电脑是5000 但是明年的今天 这电脑呢 就要以明年的今天来决定 所以价格是以现在决定现在 但是呢我们说价值是什么呢 是以现在决定未来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有正确的价值观 你很愿意摆上投资 不是看眼前的 是看到未来的 所以我相信很多培训的工作 那都是因为什么呢 看到它的价值 看到它的重要性 看到它将来所带来的影响的这个的力量 在这里呢 许可我用一些图表来给你看一下 那第一个的圣殿呢 就是建在主前966到959 就是所谓的第一个圣殿 是所罗门的圣殿 你看一下 就是在所罗门时代 它所建造的这个圣殿 OK 那它所建造的圣殿 后来在主前586年呢 就被毁了 所以被谁毁呢 就是被巴比伦王毁 所以最后呢 他们呢 这些百姓呢 又被掳到巴比伦 OK 三次被掳 然后呢 就进入了第二圣殿 第二圣殿是建立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这个波斯帝国 这个呢 这个古列 许可所罗巴伯 再次呢 带队回来 是建造是在什么呢 536年 OK 536年建造 但是因为停工了 这个20年 所以真正呢 到了520年呢 又再重新的建造 在短短的四年里面 就是516呢 就把将圣殿建造 这个圣殿是由谁所建造呢 是透过所罗巴伯 当然也包括耶稣亚 跟这些百姓 就建造了 这样的这个圣殿 所以看起来真的是 跟这个 所罗巴伯的圣殿的话呢 如果你要 比较的话 根本没得比 后来这个圣殿呢 在 主前20 到主后63年 就大西利王 就把将 这个所罗巴伯的圣殿 把它扩建 这扩建的话 所以扩建起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 这个 经历了新月的时代嘛 对啊 后来当然 这个圣殿也是被毁 所以也就是说 你毁坏 我三字里面 要把它重建起来 所指的就是这个 叙利王所扩建的圣殿 所以呢 圣殿大小的比较的话呢 那 所罗门的圣殿 开始看来 非常团皇 但是在这个 哈盖先知 他们建立的这个 所罗巴伯的圣殿 还没有被扩建的时候呢 真的是非常的简陋 但是透过西利王的话呢 真的是 末后的荣耀 大过先前的 这个的荣耀 但是我们知道说呢 这个圣殿 西利的圣殿呢 在主后700年呢 就被毁 被谁毁呢 就被罗马将军 提多 所毁掉 所以就来到了 第三个圣殿 那这个新的 第三个圣殿呢 现在还没开始 要进入什么 千禧年的时候 千禧年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以西节 他所看到的异象 有没有 以西节所看到的异象 就讲到那个的圣殿呢 就是这个 以西节书第40章 到48章 所讲到的这个 将来的那个 荣耀的圣殿 那其实呢 在这之前 其实我们目前 若有带过以色列的话 有一个圆顶的清真寺 那这圆顶的 这个清真寺 就是从主前 主后691一年建立 一直到如今 还停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也相信 以色列人 他们也相信呢 将来的圣殿呢 是建造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 非常的产生 什么呢 在争夺这个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相信呢 这末日的这个的圣殿呢 相信是在大灾难的时候 大灾难期间呢 甚至呢 甚至讲到呢 地基督来协助 把将这个圣殿 当然表面上看来 他是协助 其实呢 他背后呢 是有动机的 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说呢 最重要的 我们所要看到的 就是将来 就是所谓的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是一个呢 没有圣殿的圣殿 就是在新耶路撒冷 我们称为在勇士 这个新天新地 因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也读过 神和羔羊 要成为这个城的殿 所以呢 这个圣殿 荣耀的圣殿 其实就是神自己 所以我相信呢 这肯定 讲到幕后的荣耀 要大过 先前的荣耀 就是在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 我相信这种每一个人 特别是每个得胜者 我相信呢 将来呢 我们都要在那个地方 来 在那里呢 敬拜赞美神 永远与主同在 永远与主同作王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说 这殿 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 先前的荣耀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所看的不是眼前 我们相信 当这末后复兴日子 来到的时候呢 的确 奇妙的事情 要发生 所以因此呢 这篇信息呢 这个 讲了这个之后 改变他们的这个 属灵的价值 建立他们新的 这个价值观之后呢 就开始呢 要他们干强赚打 不要灰心 继续的完成 所以耶和华说 索罗巴伯啊 虽然如此 就是说 你所看到的 目前的 这个 之前索罗门王的圣殿 肯定荣耀大过 目前索罗巴伯的 虽然如此 你当刚强 约沙特的儿子 大祭司 约束亚 你也当刚强 这地的百姓 你们都当刚强 你可以看到 领袖要刚强 百姓也都当刚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有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就 无所地畏惧 这是万经之耶和华说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 全书只有这一节 一连三次 讲到什么呢 你当刚强 NASB翻译成 Take courage 就是要振作 勇敢的意思 NIV是什么 Be strong 就是什么呢 要刚强 不是要刚硬 要刚强 所以这三次 你当刚强 都分别对 所罗巴伯 对耶稣 对百姓 而发的 不是说 你们这三个 你们都当刚强 那是个别的 所以所罗巴伯 他是神长 是政治的领袖 在重建圣殿工作上 是向外应付 当时的政府 所以他的确 需要鱼壳 刚强壮胆的 而这个大祭师 耶稣 是宗教的领袖 所以他对百姓 灵性 跟信息的影响 有几处 轻重 当然 最后是那些 回国的百姓 也当 刚强 壮大 所以这三方面 都当刚强 同心 那么神 才能够彰显 他荣耀的作为 所以注意的 在这里呢 那 先知也知道 当初百姓们的 经济的状况 但是呢 他却不把 他们的经济状况 放在首位 他必说 你们要 你们放心 上帝必供应 你们的一切所需 而是一再的 这个勉励他们 刚强 振作 那怎样呢 他们要怎样 才能够刚强呢 我相信呢 相信神 必与他们 同在的 这个应许 就能够 刚强 还记得吗 耶稣亚 这个 这个 摩西把将 这个带领百姓 以色列百姓的 伴使交给 耶稣亚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神 透过这个 当初 可依靠的 领袖 已经不在了 你想看 耶稣亚在带 领袖的时候 他不会害怕 当然会啊 神说 你当 刚强 撞党 这是非常的重要 一直强调 OK 而且的 刚强撞党 是建立在什么呢 神的话 所以说 这律法书 昼夜不能够 离开你的手 我相信神的话 是我们的依据 是神的 同在的依据 所以相信 神必 与他们同在的应许 就能够 刚强 所以同样 我们一样 我们如何成为一个 刚强的子民 我们必须要知道 神 与我们同在 知道世界的末了 与神同在 才能够 才是他们完成 建造圣殿工作的 主要的关键 所以在这里 就对他们 给出这样的一个鼓励 所以接下去 就在你们的 讲义的第十六面 就带领他们 去追溯 以往 神的恩典 这是造作 你们出埃及 我与你们立月的话 那时我的灵 住在你们中间 你们不要惧怕 所以我深信 神的同在 是在出埃及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神立月的这个话 所以本节是追溯 神在古时 怎样的恩待 以色列人的先祖 带领他们出埃及 那并借助摩西 跟他们 这个的立月 神是一位立月的神 所以也就是说 神的应许 是信誓 祂是不会改变的 那如果我们按照 这个出埃及记 二十九章 四十五节 跟这个四十六节 这里说 我要住在他们 以色列中间 做他们的神 他们必知道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是将他们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我要住在他们中间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所以神就是那位 住在他们当中 领他们出来的神 所以既然神过往 如何住也代表什么 神与他们 以色列的百姓同在 所以我深信神 不但领这些 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 并且应许什么呢 住在他们的中间 特别是在 耶和福音第一章 讲到神 充充住住的 住在我们的中间 住的意思就是 the biblical 就是好像站幕 站幕在我们的中间 所以神卷选我们 成为他居住的所在 虽然神 基督先知 哈盖 重提神 以往在他们身上 所施的大恩 就表示什么呢 神是以便 以泄的神 知道如今 神过去 如何的 与他们同在 所以自古来 他是姓氏 可靠的神 所以他领 那领他们出埃及的神 并没有改变 很多时候改变是谁呢 神是永不改变的 很多次改变是我们 就好像是一些人 原来他们变心了 离弃了 放上了属灵的淫乱 去拜巴黎的神 甚至因作 他们背弃神 所以以至于 神施管教的手 所以就为什么 他们会被掳 在南国游到 被掳到外班 但是虽然是如此 神是信实可靠的神 神是立月的神 所以神没有忘记 他跟以色列百姓 所立的业 所以他仍然施恩 让他们呢 得以重访 故国 能够建造 这个圣殿 所以其实他们 竟因仇敌的 主然一绝不整 就把这 建造圣殿的 重大使命呢 一再当言下去 所以很多时候呢 是人改变心意 但是神的托付 神的心意呢 是没有改变的 再看一下呢 在古时在 看去神的法老 下的这些 一些人 神尚且能够 带领他们出埃及 对不对啊 虽然 法老是那么的刚硬 用了许许多多的方法 神通过食灾 所以最后呢 神带领他们 领他们到旷野 第一个是做什么呢 就是建造这个会墓 所以何况呢 现在以色列人 重建圣殿 也是在神感动 这个大利物 赞助之下 这个呢 岂有不成功的事呢 所以既然神也能够 激动古猎王 大利物王 的这个赞助 他们去再次的 把将这个圣殿 建造起来 在神呢 是没有难成的事 所以他说呢 你们不要惧怕 来对照这个 以色拉 第五第六章 就可以知道 他们恢复圣殿工程之后 那时候他们的确是受到 和西种毒 打奶 以及其他同党的质问 所以可见他们的地人 正在注重 他们在建造工程一半 建造圣殿的时候呢 就开始什么呢 就看到他们的这个 回来的时候呢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动态 所以当时呢 我们知道 神的眼目看顾 所以他们没有停工 所以在建造过程当中 反而得到大利物王 这样子吩咐 这个打奶 跟其同党 远离一些一些人 不要再拦住他们建造的工程 并且命令呢 要从和西的款项的当中 博助经费 来帮助他们建造 你可以看到 神奇妙不奇妙 当我们说呢 神的带领 绝对不会缺乏神的供应 神可以透过外邦 透过不同的 这些的 这些的管道 来供应 所需要的 来完成神的托付 所以先知在这里 所说安慰的话呢 很快的就失现了 所以在短短的 四年之内呢 就把这个圣殿呢 把它建造起来 最后呢 在这里 第二篇的信息呢 就是 在第四方面呢 就是在你的讲义 第十六面 必震动天地 在第二章 第六到第七节 万经之约 华如是说 过不多时 我必再一次 震动天地 沧海与汉地 我必震动万国 万国的珍宝 必都运来 我使 我就使这圣 这殿 满了荣耀 这是万君之 耶和华说的 可以看到神 他要再一次 做震动的工作 做震动的工作 所以我相信这里说 我必再一次 震动天地和海 那么我想说呢 这里所说的 再一次 是以哪一次 为头一次呢 如果我们按照西伯来书 第十二章 从第十九节到二十八节 就可以知道 那头一次 应该是指 神跟当初 跟以色列人 立律法之约的时候 在西乃山 还记得吗 摩西 就是到西乃山去 神跟以色列人 立越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这个山上 震动 这个西乃山 那个时候 所说的 那个时候说什么呢 那时候你可以看到 拽机第十九章 十六到十八节 到了第三天早晨 在山上有雷轰 闪电和云密 并且脚身甚大 营中的百姓都在发展 摩西摔领百姓 处营接神 都站在山下 西乃全山冒烟 因为烟花在火中降于山上 山的烟气 散沉 如烧窑一样 偏山 大大的震动 所以我再一次震动 所以第一次 是指在西乃山上 所以神 是在西乃山上 立越了神 过去如何做震动的工作 再一次 表示说 神仍然再一次 来震动这个天地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里说 所以我相信这里 指的再一次震动天地 如果按照西伯来书 第十二章 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是指的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 所以我深信 当初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 他们也未曾经历 这所谓的 端之间的圣殿 这个索罗巴巴的圣殿 震动 不是的 乃是预告 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因为在西伯来书 第十二章说 主耶稣来的时候 祂要建立一个什么呢 不能震动的国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世上万物都要被震动而去 但是神的国 那永恒的国度 是不能够震动过 所以这里 二章六节七节 必在震动 其实带有预言性的 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祂的国 是不能够被震动的国 那时 祂要彰显祂的威严 所以 远教摩西 神借着摩西 宣布律法的更大 宣布律法的时候 在西乃山上的震动 那个不算什么 但是将来 神的震动 是无可比喻的 而且神的国 是永远不能够被震动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刚才所说的 就是记载在 第十二章 二十六二十八节 当时祂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祂应许说 再一次 我不单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 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 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 残存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事实上有很多的 不论在各方面 有形体的 都要被震动而去 但是神的国 所以我们记得 得了那 不能被震动的国 是一个荣耀的国度 所以祂说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 敬畏的心 来侍奉神 哈勒路亚 所以这两节经文 第六节 第七节 是有预言性 虽然按当时 是勉励百姓 重建圣殿 但是按旨意 的意义 当时万国 并没有 运来珍宝 也没有 同来朝拜的 万君之约华 所以当他们 这个所罗巴伯的 圣殿被建造的时候 那时候也没有看到 列国 把将 珍宝运来 但是我相信 这个是一个 预言性的 将来主来的时候 摩世大福星的时候 我相信 这些都是在 建立基督国度的时候 才应验的 所以这里 撒加利亚十四章 十六节 他将来所有攻击 耶路撒冷的列国中 剩下的人 所以我相信 将来摩世在 耶路撒冷那个地方 有大战 攻击耶路撒冷 列国的 剩下的人 你可以看到 以前 耶路撒冷周遭都是 这些 以色列的地人 他必年年 上来敬拜大君王 万君之约华 并守住 我相信 这个是讲到 将来 要成就 应验的 也就是说 按照历史来说 旧的圣殿 虽然堂皇 贴满金子 但并非 这些贵重的物质 能够使圣殿充满荣耀 是的 所罗门湾圣殿 有很多用贵重的 金子的贴满 因为 在以色列人 王国之前 早已 用各样的偶像 什么呢 误畏了上帝的圣殿 所以圣殿 已经失去了荣耀 这个荣耀的 不在乎这些 圣殿里面 贴满了 多堂皇 更重要是什么 有神的 同在 有神的同在 所以这应许 这殿充满荣耀 从四面 的意识的领会 可以指什么呢 后来 叙利王 所建的圣殿 肯定的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 比索罗巴巴所建的 更加的荣美 对不对 因为 圣利王 他是后来把将 索罗巴巴的圣殿 再扩建 那如果我们是按照 字面上来讲 但是呢 如果从 属灵的意义 来体会的话呢 是指什么呢 是指 当神的百姓 全心来归向神的时候 神所彰显的荣耀 就是会更大 所以我深信呢 末后的荣耀 主要是什么 不单是有神的同在 我们要看到呢 末后的荣耀 许许多多的 万国 万民 万族 万邦 都要来归向神 来敬拜 赞美差 所以接下去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讲义的 第十七面 讲到金银都是神的 金银都是神的 万青师 耶和华说 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我相信呢 这是唯一直接 涉及他们建造 圣殿的经费说的 讲到金子跟银子 虽然当初的百姓 他们的确 面对这个困境 但是神说金银 全是他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问题指在 他的百姓 是否为神的电 发日新 是否用信心 来仰望神 我相信呢 神的带领 绝对不会缺乏 神的供应 只要我们有这种 对神的电 有这种日程 有信心的话呢 我相信呢 即使包括 物质上所需要的 这些的经费呢 神都会供应 因为呢 这里说呢 金子 银子 都是属于神的 所以有一句话说呢 神的带领 绝对 不会缺乏 神的供应 阿们 感谢 赵美主 所以这句话 一方面是指 我们的神 是丰盛的神 祂是妄有的主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说出什么呢 金子银子 都是属于神 所有的 所以我们手中 今天你我手中 所得的 都是神的恩典 神的赏赐 所以我们岂可 把原本 属于神的东西 据为己有 或者按照 神的旨意来应用呢 所以弟兄者们 今天 你我所有的 所是 所能 一切都是 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深信呢 我们要学习 把将从神那里 所领受的 各样的恩赐 很重要的 好好来用在 上帝的国度 用在神的 圣功上面 那第二章 第九节 就来到这个 后来的 这个荣耀 他说呢 这殿 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 先前的荣耀 在这地方 我必赐平安 这是万金之耶和华说的 阿们 所以在这里 这一节再次提到 这个荣耀 我相信这个荣耀呢 不单只是物质方面的 所谓的 这个豪华 尊贵 我相信这一节的 圣经呢 常常来形容 神本身的荣耀 所以我们知道 神的荣耀 要大过这一切 有神的荣耀 就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就有神所赐的平安 所以这天末后的荣耀 比大过 生前的荣耀 可能是比较于 偏重属灵方面的 OK 就是按照 属灵的荣耀来说的 因为物质的圣殿 只不过是 天上 真圣殿的 一个的影像 所以我们很相信 神的荣耀 要大过 先前的荣耀 其实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在新月的教会 其实就是神的殿 是一个什么呢 神活的殿 比任何物质的殿 更加的贵重 我们看一下 这两处的经文 岂不是你们的生子 就是圣灵的殿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 而且你们不再是自己的人 那比特前书第二章 第五第六节 你们来到主人面前 就像什么呢 活时 被建造成灵工 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 奉献神所约纳的灵迹 因为经上说 看我把所拣选的 所宝贵的房角式 安放在西安 信靠祂的人 必不知羞愧 所以就是很清楚的 所以给我们看到 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 我们就是这里 刚才我们所读的 就是我们的生子 就是圣灵的殿 那我们都是活的圣殿 我们都是活师 这样子的灵工 但是到了将来 新天新地的时候 我们说神自己 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殿 当然这个殿 神自己 肯定是无可比喻的荣耀 所以我们说 将来这个 末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就是这样 在启示录第21章 22节他说 我未见城内有殿 将来的这个新天新地 没有圣殿的 为什么呢 因为说 因主全能舍和羔羊 未成的殿 所以神自己 这个圣殿 就是神自己 就是全能神 就是羔羊 最肯定的 怎么说呢 末后的荣耀 必大过 这先前的荣耀 所以后来的圣殿的荣耀 大过先前的荣耀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在新天新地呢 就要完全的来应验 所说的这一句的话 好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接下来呢 要讲的这个 第三篇的这个信息 也是在第二章里面 因为我们说 在第二章里面呢 总共呢 他有三篇的这个信息 那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信息二 是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所以最后两篇 信息三 第二章 第十到 第十九节 讲到 自负蒙污之名 这些百姓虽然 这个污秽 离弃神 但是只要他们肯 顺服 回转归向神 他们并蒙受 到神的祝福 所以信息主要内容 是要百姓 对罪恶的感染力量 提高警惕 不要 继续仍然 活在罪中 就会失去了 上帝的祝福 所以弟兄姊妹 特别我们服侍上帝人 不要习惯 带着罪 来服侍神 因为呢 神是圣洁的 所以他们 会要保持 经常有神的同在 如果我们要保持 神的同在的话 所以对 不但是对 当初的以色列百姓 对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必须要 远离什么呢 这个污秽的事 过一个什么呢 分别为圣的生活 就我们分别 圣洁 就是什么呢 就是分别 当我们分别的时候呢 才能够真正 领受到 上帝的祝福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呢 成圣 与这个污秽 这样的这个 强烈的对比 第二章第十节 到十三节 大利物王第二年 九月二十四号 这就是第三篇的信息 原来华的话 临到哈开先知 先知说 万金之约华如此说 你要向祭司问律法 说若有人用衣镜 这个 都 这个 剩肉 这衣镜还做饼 或汤或油 或酒或油 或别的食物 就算为圣吗 即使说 不算为圣 哈开又说 若有人因摸 使师 难了 污秽 然后挨做 这些物 等那一样 这物算 污秽吗 即使说 必算 污秽 那 你们看到 肌肉虽然 有使人 成圣的 这个功效 要像他们 以前献祭的时候 这个肌肉 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 这个 献上 这个祭 但是都 肌肉的衣镜 跟这个器皿呢 却不能够使 摸着的人 成圣 你不能够说 因为摸着 曾经有 这个 兜过 肌肉的器皿 这个肌肉是 献祭的 这个肌肉 所以 意义 告诉我们呢 只能凭着 直接领受 基督 救恩 而成圣 我们今天不能够 间接靠着 别人 的成圣 而成圣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给我们看到呢 救恩的全部内容呢 都必须是 个别的 个别 从神 领受的 你不能说呢 我的爸爸 接受主 我的爸爸是牧师 所以呢 身为爸爸的儿子呢 就是 牧师的儿子 就是神的孙子 那 上帝绝对没有孙子了 所以救恩的全部都是 必须个别 个别 自戒 OK 虽然 这牧师是神的儿子 但是牧师的儿子 也必须 要接受 耶稣 他也 能够成为 耶稣 基督 神的儿子 上帝 没有孙子 所以给我们看到 救恩的全部内容 都必须是 个别 直接 从神领受 是不能够分享 别人的 公饶 而在别人的 成圣上有份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观念 所以在接下去 他说 但 那因摸死 而成 污秽的人 若摸着 任何的物件 那物件 却算为 污秽 就像人 癌作健康的人 不会因此健康 但癌作有病的人 可能却会因作 有病毒的 感染 而受到影响 染病 就是这样 所以 只要人背离神 轻视神救赎的 救法 这就是污秽 有罪了 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第二章第14节 于是哈盖说 耶和华说 这国 这民 在我面前 也是如此 他们手下各样的工作 都是如此 他们在堂上 所献的 也是 如此 有没有看到 也就是说 按照撒加利亚书 所记载的 他们 并非 并未离开 恶道 与欺诈 却注意 是否 守 禁食 所以 就是说 这些以色列子民 如果 他们心中里面的 二 却没有离弃 只是 注重外表的 禁食 各方面等等 他们 他们不会 因作禁食 守 节旗 而成圣 主要目的 就是什么呢 心的 伪装 必须要来 伪装 来归向神 所以他们 轻重 导致 所现的 记载神 看来都是 污秽的 所以这是 很重要的 所以给我们 看到的 的确 撒加利亚 第一章第四节 他说什么 不要效法 你们的列主 以前的先知 夫教 他们说 万金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回头 离开你们的 恶道 恶行 他们却不听 也不顺从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们 没有回转 没有真正的 转离的话 即便你 禁食 所献上的 各样的记的话 不会因此 而成为 成圣 所以撒加利亚 第七章 第九到第十一节 万金之耶和华 曾对你们的列主 如此说 要按治理判断 个人以慈爱 怜悯 弟兄 不可欺压 寡妇 孤儿 寄居的 和贫穷的 谁都不可以 心里谋害弟兄 他们却不肯听从 扭转 捐头 塞耳不听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没有真正的 回转 离开 罪行的话 也就是故意的 不听 不顺从 塞耳不听 也就是说 最终 也是这样的 一种状况 所以接下去 第二章 第十五 到十九节 一个强烈的对比 晚日 跟今日的对比 他说 现在你们要追想 以前的日子 耶和华的殿 没有一块石头 这个呢 垒在石头上的 观景 这里我们说呢 没有一块石头 垒在石头上的观景 是指什么呢 当初他们 被掳 巴比伦 七十年之后呢 这个呢 圣殿被毁 讲到这个 耶路撒冷 他们的 荒凉的 那个的 观景 他们这个 荒凉的 这个的观景 那他们应该要 追想 为什么 所以他要 他们追想 为什么 过去 会落到这种 悲惨的 境地 难道是神 失信 没有看顾他们吗 还是他们 背叛神 我现在 当然很明显的例子 神是 永不失信的神 神是 守夜 失慈爱的神 所以呢 主要呢 要告诉他们 今次的观景 跟王子的观景 仍然是 一样的 所以如果 他们仍然 背叛神 他们也是一样 落到 这样一种 可怜的 观景 所以二章十六节说 在那一切日子 有人来到 古堆 想得 二十斗 只得了十斗 有人来到 九十 想得 五十桶 却只得二十桶 那也就是说 这些的经文的经义 跟一开头 第一篇的信息 第六节 讲到多众的 却少收 凭他们劳碌所得的份呢 却尝使他们失望 所以是很类似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呢 这比喻说呢 本来要想得 二十斗的 只是得到十斗 你现在想 忘的一半 也就是说 本来二十斗 只得到十斗 得到的是什么 他所要想忘的一半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尊神为圣 他也说他们呢 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所以这里呢 再一次呢 来提醒他们 所以第十七节 他说 在你们手下的各样的工作 我以旱灾 旱风 煤烂 冰袍 恭喜你们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华说的 就讲到呢 这些人 如果呢 神给他们机会回转 他们仍不归向神呢 神对当初以农业为主的社会 这里所讲的 所谓的汉风 煤烂 冰袍 攻击他们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如果没有神的祝福 今天我们一切的劳碌 都是属于土壤的 所以就是我们必须要 回归到神的怀抱里面 所以让我们注意 这一节的上半跟下半的关系 就是神对他百姓的惩戒 那我相信上帝的惩戒 不是因为为了谢愤 乃是为要他们什么呢 回转 所以说什么是福星 我们说呢 回转就是福星 但是呢 特别这里强调呢 你们仍不归向我 我相信呢 先知阿摩斯也曾经描述 神怎样的 逐步的加重他的管教 他的百姓 却仍不归向我 可见他们呢 使神失望在先 那我们看一下呢 在阿摩斯书 第二章第四第六节 特别出现这个字眼 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所以神给我们回转的机会 但是如果我们三番四次的犯罪的话呢 神说 我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因为他们厌弃 耶和华的讯悔 不遵守他的律例 他的列祖 所随从虚假的偶像 使他们走迷了 那这个人是 这个 这个先知 他该给他们的 这一个的警告 也告诉他们 为什么他们来到 古堆 本来想得到二十斗的 只得到十斗的原因 就是这样 所以呢 第十八十九节 你们要追想 此日以前 就是从九月二十号起 追想到 历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 他讲说呢 苍里有古种吗 葡萄树 无花果树 四流树 橄榄树 都没有果子 所以 只有当你们愿意回转了后 神说什么呢 从今至起 我必赐富于你们 所以神的祝福 是有原因的 只要 他的百姓呢 愿意回转归向神 但是真正的回转 不是呢 只是外在的 这些宗教的仪式 心呢 却没有真正的 回转归向神 所以 深信呢 这两节是一个大转机 转机的 关键有这三个 第一 一些人要追想 追想 晚日不得 哼痛的原因 所以他们必须要什么呢 诚心的悔改 第二呢 从九月二十日起 神必应许 必赐富于他们 就是说呢 当他们真正的追想 严以诚心悔改的时候呢 就能够领受到神 祝福的应许 所以说晚日的情形 是什么呢 就是一方面 神的圣殿荒凉 百姓个人只顾自己的家 前面我们所讲的 另一方面呢 他们也遭受到 这个旱灾 旱风 煤浪 冰袍的灾祸 来到九十 本来要得五十桶 只得到二十桶 所得来的都 完全被风吹去 过去 这晚日 今次呢 现在他们既然什么 听劝 听从亏欠 然后再次什么呢 最主要听劝的证明 就是什么 重建圣殿 所以神就宣告 他是什么呢 从今日起 我必赐富于你 所以这整段的经文 就是告诉我们呢 要听从劝戒 再次调整 生命中的优先次序 因为他们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要重建圣殿 所以对今天的我们 也是一样 我们心灵的重建 要摆在我们生命中的 守卫 所以我相信呢 当我们愿意 回转 回向上帝的时候 神也一样的宣告 从今日起 我必赐富于你 阿们 好 最后呢 我们就进入了 最后的一篇的信息 是一个很短的 就在你们的 这个讲义第二十面 讲到 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讲到神 卷选 这个 索罗 巴伯 OK 神卷选 所以特别讲到呢 二章二十三节 神说 我必 以你 为应 那我们看一下呢 传信息 三 的同一天 OK 我们说 在同一天 九月二十四号 两篇的信息 三地借助先知 向所罗巴伯 强调 他要以自己的权柄 因为他 我必以你为应 代表神的权柄 以自己的权柄 来什么呢 请负 此名的仇敌 OK 神是有 这样的一个的权柄 并且赋予 所罗巴伯 做王的权柄 与这个 尊荣 OK 所以呢 这个是 同一天 九月二十四号 两篇的信息 OK 信息三 是讲到 应许祝福 信息四 是讲到 所罗巴伯 被尊荣 我们看一下 二十 二十一节 这一夜 是九月二十四日 耶和华的话 第二次 临到哈开 你要告诉神长 所罗巴伯说 我必震动天地 所以第四次传讲信息 最特别的地方 是指什么呢 指明要对 所罗巴伯说 这信息 特别对 这个所罗巴伯说 我相信今天也说 有些的信息 也是神 是对你 对我说的 你要告诉 所罗 神长 所罗巴伯 所告诉他的 不是光复 他个人的事 乃是光复什么呢 天地 忘博的事 我必再次的 震动 这个 的天地 显然呢 我们知道 神 只不过 以所罗巴伯 作为他所应许 给他 百姓 的 什么 给他百姓的 弥赛亚的 预表 OK 那这个是我们 所看到的 我们说在旧约中 这种的用法 是 常见的 那 也是说 摩西 在旧约里面呢 摩西是预表什么呢 是 基督 预表 耶稣基督 是先知 OK 但是呢 约书亚呢 是预表 耶稣基督 是元帅 那么大卫呢 是预表 耶稣基督 是君王 所以我们说 先知又常常 预告一个 完美的 平安的国度 将要建立 或者描绘那个 平安的国度的 种种的情况 就显示 先知们心中里面 度于一个 美好的严谨 就是盼望神的救赎 和他的国的领导 我相信呢 这是我们所盼望的 所以呢 我相信呢 在圣经里面 很多的旧约 神透过旧约的先知 讲到这样的一个盼望 不思不邪 在这些不同的先知里面呢 都 这个传讲出来 所以呢 这个信息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 二十二节 我被寝负列国的宝座 除灭列班的势力 并寝服战车 和坐在骑上的 马壁跌倒 骑马的败落 个人被兄弟所杀 我相信这些的经文 所描述 寝负列国的情形 跟 但一里第二章 马太二十七章 末日 讲到末日的时候 启示录第十九章 所描述的 这个审判 无万民列国的情形相似 所以这个的应许 乃是 应该指主耶稣 再来的时候 当他设立 千年国度的时候 地上的这些列国 他们要什么呢 他们要背叛 他们背叶的 这些的情形 背叶的这个情形 然后第二十三节 万金之言华说 我普人 撒拉铁的儿子 所罗巴伯 到那日 我必 以你为应 因我绝权了你 这是 万金之 耶和华说的 这里说到 我必 以你为应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神 特别 看重 所罗巴伯的意思 我相信 注意这 第四次的信息 是跟第三次信息 是同一天 临到哈盖先知 那既然是同一天 但是呢 却是另外一次 临到哈盖 所以呢 显然呢 他故意把这样 第三篇 跟第四篇的信息呢 把它分开 那我相信呢 这本次的信息 这第四篇的信息 是个人性的 更加明显 我相信这句话呢 也是特别 显明神 对所罗巴伯的尊重 正可以表明 基督 是神 所高举的 因为呢 所罗巴伯 在这里呢 所预表的 就是那将要来的 耶稣 基督 我必 以你为应 全句呢 只能够按照 属灵的意义 来领会 但是人 因为人 既不是东西 怎么能够 用人 当作 应呢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属灵的意义 我必以你为应 不是指那个 Robert Trump 那个应 所以就属灵的意义 我们说呢 这个应是代表 用应的这个人 OK 我必以你为应 是用应的这个人 应上刻的 是用应的人的名字 OK 叫下落 你的盖应的话 你是正会光 你是按上去的话 这象征什么呢 象征这个应者的权柄 保护跟这个的 这个的负责 这我们看到呢 很快的 神说要 以所罗巴巴为应 理由是什么呢 他要因我 卷选了你 我现在从属灵的意义 我们感谢主 神既然卷选了我们 同样的 我们多有圣灵的印记 在以福所书第一章 以圣灵为印记 印在我们里面 这是我们所肯定的 肯定我们是神所 拣选的 所以所罗巴巴因领导建造圣殿 所以就而成为了 上帝的这个的代表 预表基督 是神的这个代表 是神所拣选的 神所设立审判天地的主 他所建造的属灵的殿 用他自己为反脚式 使一切蒙救赎的人 都同被建造 成为这个灵工 这是基督救恩 超越人的理性 所能理解的 奇妙的成就 最后在这里 一个的结束 这件书表明 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 并且促进人将 上帝的事物 置于生活的所谓 所以我们生活的 优先的次序 这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走在 调整我们 生活的优先次序的时候 肯定的神要与我们同在 书中也清楚的指示 虚有其表的宗教的崇拜 绝不能够蒙神悦纳 唯独与上帝旨意 一致的中性行动 才能够蒙受神的加许 那圣经中西伯来书 的自闭者 引用哈盖第二章 第六节的经文指出 这个预言会透过 耶稣基督所统治 上帝王国 统治的王国 带来进一步的 更大的应验 那哈盖 侍奉的年制 只不过是 三个月又二十四天 但是他的工作是伟大的 是成功的 因为他能够与领袖们合作 又因他本身 为神的事工召集 他能够隐藏自己 高举神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个全书 虽然只有两章 但是平均每三节 都有一句什么呢 耶和华如此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哈盖 他是一个时代的先知 他服侍了 那时代的人 我们知道 他服侍的年制 虽然短 但是呢 我们知道 他服侍 唯有服侍不计较 长短 只计较内容 和忠心 感谢赞美主 验哈盖 他的服侍呢 也能够成为你我 生活 学习的榜样 所以身为 现代的基督徒 最后在这里说 不知是否我们能够像哈盖这样 忠心的来传讲 上帝的信息 忠心的侍奉神 就如同林肯所说的一句话 生命 如同文章 不在乎长短 只在乎内容 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说 侍奉如同文章 不论长短 只在内容 让我们活得 能够有意义 活得 有价值 所以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忠于神所托付的 那我们说呢 这个戴德森 一句的 名言 我觉得说这句话呢 成为一个总结 一件小事 就是一件小事 但是 在一件小事上 忠心 却是一件的大事 是的 每一件小事 就是小事 但是呢 你在这小事上忠心 就好像哈盖 他就是忠心 传讲上帝的信息 虽然他的福事 只是短短的 三个月 又二十四天 但是却为神 成就了一件的大事 在路加 福音第十六章 第十节说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宜 在大事上 也不宜 那宴神 祝福他坏 我们今天 是否为神的店 着急如同火烧呢 或是我们只是 像哈盖时代的 这些以色列百姓 住在自己的 天花板的房屋里面 自我陶醉 对己 奢侈 对神呢 却是那么的 令氏呢 所以基督徒啊 我们每一个人 你的店是否 仍然荒凉 你是否已经忘记了 建店的这个的责任 特别是好像这个 这个哈盖 书的时代 一些人 所以我们需要审查 我们自己的行为 再次追想 审查主的恩典的丰盛 让我们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不要摆上地土 呼呼 主的恩典 好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今天 我们的这个哈盖书 的这个信息呢 传讲就到这里 愿神 赐福他 他的话语 让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透过哈盖书 这三谈的这个讲座 来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能够 重新调整 我们生命中的 优先的持续 主啊 你的恩赐和选招 是没有后悔的 当我们在忙碌 我们在生活上 为了各方面奔波的时候 主啊 让我们 主啊 也要注重我们 心灵的重建 更重要的 我们需要 有主你的同在 主啊 有主你的同在 我们就能够 刚强赚胆 去面对 我们生命中 种种的挑战 谢谢主 奉靠耶稣 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听上帝师父他的话语